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学校的中央厨房 其中在地内国中的部分 除了动线流畅 通风凉爽外 最述师生有感的 就是新搭建的纯白色系风雨走廊 与厨房外开辟的小农田搭配 成功推广食农教育 中午开饭咯 这一条师生喜欢的纯白色系风雨走廊 让学子可以风雨无阻地推餐车 我觉得新厨房很好看 然后又加盖了学校厨房走廊内的遮雨棚 所以让大家去拿餐车的时候 都不用淋雨了 每日的餐点也很受学生喜爱 尤其是 甜乳鸡饭 我觉得学校午餐很好吃 然后厨师阿姨都很辛苦 校厨阿姨真的很辛苦 因为要供餐给其他学校 每日要处理的食材量很大 一大早就得奋力作战 但新厨房的动线改建 与硬体设备的到位更新 甚至还规划了一间有冷气的校厨休息室 让阿姨们很开心 感谢地方首长 然后学校 改善那个厨房的工作环境与设备 然后多校合一 工作起来是很辛苦 可是让学生吃得开心 家长放心 那我们的辛苦也是很值得 厨房外各类香草植物茂盛茁壮 不只观赏而已 还可以入菜 食用教育要落实 老师带孩子从松土开始 目前我们设施已经就位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进行整地的动作 那由学生亲自参与 利用小厨头 然后把里面的小石头啊 然后工程的一些 这个水泥块都把它清理干净 那之后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做成小菜棋 应应季节 然后开始实施种植 让学生参与学校的这个食农教育 食神展现收成后丰收的农特产品 入口及时的黄瓜等多样蔬果 看见食农教育的成果 教育部除了补助硬体的建筑 设备更新 以及改善烹煮的环境之外 提升了食材的品质 在课程中呢 结合了食农教育 以及环境议题 那我们规划了香草植物区 然后也规划了我们的生态菜谱 让学生在课程中呢 进行有机的种植 从做中学中呢 来了解这个食物 从种植到餐桌的过程 教育处积极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金融市十一校扩建厨房 工程在一百一十一年二到三月陆续施工 今年八月全数竣工 一百一十一学年度启用 让学校厨房空间使用上更有弹性 也成功了融合食欲 美感与健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毕业于暖暖高中的台湾游泳女将邓宇文 在乌兹别克亚洲公开水域锦标赛女子组10公里 以量效时7分27秒摘金 为台湾泳团夺下了亚锦赛公开水域历史的手金 金融市场林悟称亲自接见勉励 参赛选手奋力的向终点冲刺 最后台湾女将邓宇文 成功摘下亚锦赛公开水域首面金牌 站在台上开心的接受表扬 她是暖暖高中的台湾女将邓宇文 参加物资别克公开水域锦标赛10公里 最后以两小时7分27秒摘金 借用市长林悟昌亲自接见勉励 刘市长来代表要送给你 谢谢你为基隆为台湾争光 然后这个表我相信以后你在 以后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会对你会更有一些帮助 就希望以后体育这条路 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手 就是可以为国争光 然后希望我的这块金牌可以带给更多的人 勇气或是就是高分 对就是可以就是当他们的榜样 邓宇文亲自分享参赛经历 还回赠金牌站的勇帽给市长 包括父亲教练立伟蔡世音 市议员陈怡都亲自到场见证 我觉得这是基隆之光也是台湾之光 那宇文其实非常的优秀 在之前全中狱的时候 他就为基隆得到非常多的一个奖牌 那这一次在乌兹别克的这一个开放水域的一个竞赛 我想更是不容易 那刚刚他也分享了在这个竞赛过程里面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就是运动员除了平常的训练之外 更重要的是那个精神力 那个精神力可以支撑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极限 然后超越自我 然后最后去勇夺这个金牌 所以除了佩服他在游泳上面的一个训练 不管是他的技巧还是他的体能 其实我更佩服的是宇文 他坚忍不拔的一个精神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运动员最宝贵的一个价值 所以我想未来他在这个选手 或者在体育运动的这个路程上面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这个人生的一个生涯上面 我相信一定会碰到更多更多的一个贵人 继续的来支持他 让他达成更高的一个目标 谢谢市长跟其他长官一路走来的支持 然后相信他们也会继续支持我们体育 我们游泳 非常肯定宇文的是我们这一次全运会的比赛 基隆得到的三片金牌 都是宇文的 都是宇文拿下来的 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那我相信说这是基隆之光 那基隆在这个部分 应该要在海洋运动 尤其在游泳这个领域 我们要多多的培植以宇文为榜样 多多培植后续的优秀选手 我相信对于基隆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 这也是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宇文 我还是非常的恭喜他 市长在这几年是投入了相当多 比如说像我们的全运会的奖金 也从我当时当选手的时候12万 也调高了到30万 那其实呢 陈宇在议会呢 也会发掘更多体育优秀的人才 然后跟教育处一起呢 然后报给我们市长知道 让一些资源能进来到我们 各位选手的身上 邓宇文毕业于暖暖高中 国高中时期就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拿下了12面金牌夹击 在2021年全运会 邓宇文再批基隆战袍 总计拿下了三斤一桶 让全运会的成绩再创新高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道 基隆市政府斥资4亿多元 整建赤利田径厂 原定12月完工 但是因为营造厂商与建造 纠纷不断导致工程延宕 市政府拟终止契约重新周标 但最后关头却又大转弯 市员韩世玉直询时就强调 有很多市民都很关心 市政府应该要向民众说清楚 那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的体育场到底是继续的失作 那还是说是确认就是要朝向这个解约的部分 就市政府斥资4亿多元 整建市里田径厂 原定今年12月完工 但因为营造商和建造纠纷不断 导致工程延宕 政府原定终止契约重新招标 但最后关键却又大转弯 市议员韩世玉直询时强调 很多市民都很关心 政府应该向民众说清楚 关于说你如果续做的话 那后续的大概的工期怎么算 那还有增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 相关的这个经费的话 那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请教我们的市长 那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有没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规划 因为蛮多的我们的居民 包含说停车的或者是我们运动的 还有训练选手的我们各个学校或老师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我们基隆体育场现在目前的进度到底是如何 站在市政府的立场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完成要跟厂商解约的这个程序 那因为工程会的还有交通部的长官来视察 那这个厂商陈勤 所以那个工程会的副主委 在会议上有指示 就是希望有在一些条件之下 希望让这个再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协商 那目前厂商据这个体育场回报 他们是有这个进场进行施作 不过为指示教育处 只要他们施作的一个进度 无法达到这个我们交易处的一个预期的话 那在站在确保市政府的权益的前提之下 我想我们还是会断然采取解约这样的一个程序 并且把厂商移送工程会 虽然工程会出面调解提出再给一次机会 但市议员韩世瑜担心中央补助款是否会被收回 这边我们还是依照契约 就是有关这个因为疫情或者是雨天 前雨天影响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合给公期 那如果厂商能够顺利进行的话 先前以这个合给公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预计原则上是在113年6月应该要完成 以上 然后还有就是有关于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整个 因为有来自于说我们中央的这个预算 那这个预算的话 会不会因为说过了一个季度 也就是过一年以后 那这个预算的话会被收回去 那这个问题的话 是不是有跟我们中央这边来去做讨论 先前这个工程会副主委带着那个体育署 以及那个交通部的长官 来体育场这边做视察协调的时候 他也有协调这个体育署 以及这个交通部的部分 那希望说给予我们最大的协助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是 还是未知数吗 还是说已经有确定了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有确定的一个方案 因为这个预算的话 不是说他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就 对啊 你只要过了一年以后 那他给我们最大的支持 也可以口头支持 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公文呢 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资料呢 可以给我们依询呢 是 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依照 我们预算保留申请的程序 我们都已经有在进行 那这个相关的公文的话 有送出去了吗 我们这个 不管是体育署 或者是交通部 在定期列管的时候 我们都有规定 就向这个体育署 跟这个交通部这边 来去做一个报告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从中一路一直衔接到 中山一路113项附近 原本有两条平行的行人穿越线 其中有一条最近是被吐销了 影响到当地的居民 到基隆火车站的便利 让当地长者气到大骂 是因为宋伟丽特地办理会堪 提出改善的建议 当地长者气到大骂 因为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最近吐销了 从中一路直接衔接到中山一路 113项附近 原本有两条平行的行人穿越线 其中的一条 影响到当地居民到基隆火车站的便利性 我们居民就一直在反映 就是说要过马路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先执行 然后再右转 那其实居民是老人家比较多 那他们对于这样子的 就是步行的那个长度的话 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的负担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交通安全考量 那跟里面便利的情况下 那可以一起来做这样子的评估 接受陈勤的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交通队以及警示分局和里长 一起办理会堪 而就算斑马线涂销 不少民众还是习惯性 直接过马路 市政府交通处人员解释 由于基隆火车站成绩转运站工程正在施工中 靠近转运站会有大型巴士右转容易影响到过马路行人的安全 因此突销行人穿越线 不过宋伟丽和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后发现 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秒差 在行人过马路时刚好大小型车辆不会右转影响到行人安全 因此提出评估恢复的建议 因为这次接受很多民众的沉寝 以及我们里长的电话问候 就是因为这边把这个斑马线涂掉 涂掉之后对民众带来非常的不便 但是我们今天来会堪的时候 因为成绩转运站它整个工程还没有完毕 那想说如果等它整个都完工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来评估 希望能够让我们这边的居民 或这边要到车站去的一些老人家 就是让他们更便利 因为市长也提到他十月底以前会完工 那既然完工的话 希望能够重新评估 让这斑马线恢复原先的 整个让他们通行 宋伟丽认为市长林又昌在市役会答寻时表示 成绩转运站会在十月份完工 那就等完工后评估恢复被屠销行人穿越线的可行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毕毒木颗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迎来此一次药师佛店参拜感受发喜 辛苦了 迪董要租的五台车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医化及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正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现场 八斗子大平海岸最近很夯 却也衍生出生态维护及游客涉水安全等问题 当地八斗里里长及社区发展协会 与基隆市野鸟学会合作 将海豹岩建模并移到八斗子渔村中的 度假老宅百年处来展示 在立法人蔡世英与基隆市议员张渊祥 张浩瀚及当地八斗里里长杜建秋 与基隆野鸟学会理事长郑伟等人 共同揭幕下 以3D列印方式制作的海豹岩模型 在度假老宅这一处百年孤老挫前正式亮相 会有这项活动就是希望保护 位于大平海岸的海豹岩 减少游客到访产生的生态破坏 大平海岸国家重要湿地 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海豹岩的发现 所以游客很多相对的就 对朝间代就造成很大的破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希望这边能够打卡 能够打那个大平海岸的湿地的破坏 令出来在由学校试生组装的海豹岩模型 采用白色方式呈现 并放置在已死掉珊瑚的 孤老石建成的古厕前展示 希望提醒外界重视海洋珊瑚白化的危机 把它着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现在目前看模型的这间建筑是 超过100年的孤老挫 大家知道孤老挫它就是死掉的珊瑚礁 所以白色的海豹岩 它有一个珊瑚白化的意涵 因为商务白化它最重要就是海洋污染 以及温度升高 所以我们下面用了一些废青鱼网 以及一些保力龙 就凸显一下我们海洋面临的困境 也希望大家能够证实巴拉多子渔村的未来 民进党基督市长候选人蔡胜 也以立法人身份前来相挺 并参加宣示活动 他更强调 未来如果有机会当选基督市长 会积极协助地方推动三大诉求 落实渔村老街聚落的保存 海科馆在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一项工作就是做地方的渔村再造 以及地方的渔村文化保存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过去这几年来的工作 我认为未来可以继续来加强跟推动 所以未来市政府跟海科馆 以及我们的里内的很多志工 包括协会理事长这边 来共同来推顿渔村聚落保存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是因为未来在这个事情上 会会继续来努力 基督两会方面也在10月11号 依据文资法正式向基督市政府 提报巴勒子老街为聚落建筑群 向抢救台湾本岛少见上存的孤老错 及红砖错聚落 记者张祈腾基督报导 民进党基督市长候选人蔡世映 10月12号在清安宫发布他的竞选主题曲 基隆水当当 这首是由董事长乐团所创作的歌曲 描述了基隆景点美食和人文 非常应景又朗朗上口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世映 与董事长乐团成员 逆称白董的吉他手杜文翔 与主唱吉董吴永吉 在清安宫庙前广场高歌曲 这是由白董与吉董共同创作的歌曲 基隆水当当 歌词内容描述了基隆港口 庙口小吃等特色景点与美食 代表对故乡基隆的感情 两人也力挺蔡世映接棒 基隆市长林又昌让市政延续 其实小的时候的愿望 也是赶快能够去大都市生活 但是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走过那么多的地方 才发现我最爱的地方就是基隆 然后很荣幸这次能够帮斯映 然后为基隆写这首歌 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大家喜欢 那这首歌也是代表我对基隆的感情 这次出国去巡演以后 我回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基隆庙口 基本上我好像每天都吃过 从小吃到现在 那我也知道 那现在又长企业 这几年把基隆的市政做得很好 然后几乎很多年轻人都有在基隆 创业的工作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好朋友 我看他就是很努力很实在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挺这样的人才出来吧 把这样的政绩更好的去延续下去 特别选择在基隆信仰中 新清安宫举办发表会 笑称在董事长乐团旁唱歌 很有压力的蔡世英 很感谢白董与吉董相挺 将基隆水当当授权 作为他和基隆队议员的联合竞选主题曲 希望这一首让人朗朗上口的好歌 能争取到更多基隆市民的认同 真的很感谢我们两位 这个台湾之光 董来美奖的得主 这个说实话 对基隆来讲 这个城市能够孕育出这么优秀的人才 我想包括世英跟我们在座的 市议员候选人 我们其实就是以你们为荣 那也很感谢两位 还有我们董事长乐团 愿意把这一首这么好听的 基隆水当当授权给我们这一次 选举的竞选歌曲 作为世英跟我们所有议员候选人 我们的联合竞选总部的使用 我再一次的感谢两位 蔡世英也与亲爱的公主委 童勇及议员候选人们 一起品尝基隆代表性的美食小吃 蔡世英表示 基隆水当当不只是一首竞选歌曲 它代表基隆人对家乡的希望 骄傲与期许 希望借此让大家知道 基隆是一个水当当的美丽城市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导 卫福部基隆医院 一文走廊幻展了 这一次邀请到 基隆看桌米雕大师谢元璋 老师和学生的创作展 提供民众来欣赏 挂在一文走廊墙壁上的画作 看起来像油画 走近看才发现是立体的看桌米雕 特地用油画技巧来呈现 看桌米雕技术 其他包括人物 佛像以及水果等等 每一幅展出的作品都堪称是看桌米雕的经典 卫福部基隆医院一文走廊幻展 这次特地邀请 基隆看桌米雕大师谢元璋老师 和信义区智慧社区发展协会的学生们 以及基隆米雕艺术学会的创作展 提供民众欣赏 所以意思是我们要在地化 我们要记得我们基隆的历史 我们要记得基隆的文化 我们可以再来是传承 然后让后面的人特别在这里面 把这个记忆当作我们的生活 然后你再想一下 其实今天在我们医院办又是非常特别 因为可以让我们的病人在痛苦中 他们在这个病塌的里面 甚至我们的员工在忙碌 特别在后遗情时期 我们可以再多的欣赏 每次走过这个一文走廊的时候 我们再次来提升自己 所以我今天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同仁 有时间的同仁都在 大部分的都在线上 看他们的眼神就觉得说 哇 今天感觉上很光彩 今天是感觉上就是 虽然有一些下雨 但是我们心里会觉得 更多的活泼 更快乐 谢袁章老师也特地回正 名为世事如意的看桌米雕作品 给基隆医院院长林庆峰 以及副院长陈伟达和秘书李林美 感谢基隆医院对看桌米雕的支持 我们冬至吃汤圆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听到 如果听到已经差不多70岁以上 就够不够了 还听到 不是 要是都很少人 因为汤圆是汤汤水水 外带不方便 所以就用汤圆剩下的材料 加一点点再来米粉 再来米磨成粉 做成 给不高的拿去证明 就是现在的那边的人 因为那个外带当主事也可以 当副事也可以 那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会 因为基隆有个很盛大的民俗节日 叫做中元祭 那中元祭必须用这些 那叫做看桌米雕 把这桌上工心掌用 所以我们用这个做结合 那我 我现在是步步尊业 我以前是当画画的 那我现在就像一个人 就感觉到 这些民俗记忆 已经逐渐在示威了 我们真的很悲观 搞不好 20年以后 会没有人 也不相信你们看到了 因为一来一老化的 然后要花费很多的经费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院长 提供我们的上桌 给我们有整天的机会 基隆医院看桌米雕展 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 欢迎民众参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觉得 走不起来喔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中央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央宽屏吧 中央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央宽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央宽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他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央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不...不... 不... 怎么这样啊 啊...哎呦... 行行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啊 那就换中央宽评吧 中央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央宽评 怎么这样啊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央宽评吧 中央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央宽评 一分钟 谢谢大家